分组了啊 来 我们有五张牌啊 一张一 两张二 两张三 三合三一对 二合二一对 一就跟深刻的人 你待会儿在哪儿睡 你会儿看吧 都行 今天我可以参与睡觉了 今天睡 我参与的话就是 快乐老友记正在热播中 让观众们没想到的是 在就业男团竟然起冲突 王立新直接给张远一巴掌 张远直接被打猛 看到这样的情况后 其他成员却忍不住大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快乐老友记刚播出的时候 这档综艺节目遭到网友的吐槽 甚至直接将这档综艺节目 将快乐再出发进行对比 处处都能显示出节目组的不用心 当吐槽的声音越来越多后 网友们发现节目组 竟悄悄地整改了 比如工作人员频繁入境 后期制作不用心等问题 都被解决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后 网友们给快乐老友记的 工作人员点赞 发现问题及时调整 这样才会给观众们 带来好看的节目 因为在就业男团的表现 没有让观众失望 所以大家不希望其他原因 影响到这档综艺节目 在本期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 苏醒表示 在游戏过程中 王立新和张远发生冲突 物理上的冲突 对于这个冲突 两位当事人也并没有 做过多的解释 看到这样的情况 很多网友都忍不住问 这是吵起来了吗 毕竟他们兄弟属于床头 吵架床尾和 当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好奇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节目组终于给大家揭秘了 竟是王立新扇张远一嘴巴 但看到发生什么事情之后 网友们却忍不住哈哈大笑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王立新突然扇张远一嘴巴 这件事情发生后 张远明显懵了 原来王立新突然发现 张远的脸上落了一只蚊子 而她还没来得及用语言提醒 身体却率先做出反应 直接一巴掌上去 将蚊子打死在张远脸上 看到这样的情况 王立新的内心OS应该是 幸好蚊子被我打死了 要不然我真的解释不清楚 然后在就业男团 为了让节目组方便剪辑 顺便还演一段戏 想让节目预告变得更有看点 不得不说 哥几个是懂剪辑的 看到这一幕后 网友表示 这要是再晚一点打 都能打出血 除了以上搞笑的一幕外 在本期节目中 路虎又被综艺之神眷顾 在就业男团玩卧底游戏 抽到卧底的人要吃一样东西 最开始抽到小偷的人是王立新 他选择吃大蒜 因为吃东西的时间不能太长 所以王立新打算直接咽下去 结果因为太难咽了 直接被其他成员发现 紧接着 路虎表示这一轮小偷必须吃火龙果 结果游戏开始后 抽到小偷的是路虎 而路虎本人非常实在 直接吃一大口红心火龙果 当其他哥哥们摘下眼罩后 路虎根本不敢说话 因为牙齿和舌头伤都是红色 看到这样的路虎 网友们忍不住说 红心火龙果都敢大吃一口 真的怕别人看不出来你是卧底啊 陈楚生因为外出录制节目 所以有一段时间没能参与录制 结果兄弟们不仅发生肢体冲突 路虎又贡献新的笑点 不得不说 快乐老友记的笑点真的是太密集了 快乐老友记越来越受到欢迎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档综艺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 看这档综艺的时候 大家嘴就没有和尚 各位读者 你们在看这档综艺吗 第八期快乐老友记陈楚生因为要录制生生不息缺席了这期的游戏 但是当陈楚生晚上回家的时候 哥几个眼睛都亮 圣哥没在家 苏醒就成了家里的老大了 路虎依旧是游戏bug 几个综艺名场面都是在笑到下巴的路上 一 王立新打了张远一巴掌 王立新看着张远 然后走过去给了张远一巴掌 此时的张远一脸猛逼 然后王立新笑着说 对不起 让摄像机过去拍了一下说 真的是蚊子 然后苏醒接着说 那一巴掌特别自然 还好是蚊子 真的笑死了 虽然离谱但是也合理 打之前也来不及解释 就想要了蚊子的命 不用怀疑什么都不能怀疑他们哥几个的感情 16年的感情就算争场闹也很正常 这也算是综艺名场面 啊 桌面小偷 路虎自己坑自己 路虎真的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小偷 真的笑死了 第一次路虎拿到小偷的角色 然后路虎紧张地说 咱俩蹲着吧 蹲着可能会 让大家蹲着 然后苏醒说 你是方便自己待会拿吃的是不是 然后大家都懂了 路虎解释道 这样比较好玩吗 我刚才拿卡之前就想说 不是发卡了吗 但是大家还是很配合路虎 路虎偷吃完后 立新问好了吗 路虎回了句 恩 哈哈哈哈这里我真的笑出声了 张远之问路虎 刚才说好了吗 你为什么恩 路虎放了个算在嘴里真的好明显啊 关键路虎拿算的时候还撞了一下亮哥 还有最后一局的时候 路虎突然升级了一下规则 下一轮开始指定水果 就吃火龙果 别的不能吃 谁能想到路虎自己拿到了小偷 真的全员笑疯了 张开虎口 真相大白 不管路虎怎么狡辩 舌头一伸出来就破案了 路虎真的是综艺敌长子 真的笑不活了 三 苏醒好聪明 苏醒玩小偷游戏真的一猜一个准 真的很聪明 而且还没开始表演 苏醒就能通过微表情看出时是小偷 苏醒除了聪明外 能不能穿好裤子 苏醒在厨房跳舞的时候 弹幕都让苏醒穿好裤子 苏醒打桌球的时候 弹幕也是好担心苏醒的裤子哦 我看了也感觉苏醒裤子要掉的感觉 真的笑不活了 每期都有综艺名场面 而且前面猜歌环节也很搞笑 升哥晚上回家的时候 王立新眼睛都亮了 所以人都关心陈楚生有没吃饭 0713他们之间的兄弟情真的很好喝 这样的情感共鸣 也成为艺人们与观众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 为了回馈观众 这一期节目的创意都来源于网友提案 充分展示了后米团的用心良苦 他们不仅仅是在屏幕上表演 更是在与观众之间建立起一种深层次的连接 当然 后米团的音乐才华也是无法忽视的一亮点 中午 艺人们在厨房烹饪美食的同时 即兴创作音乐 为整个环节注入了欢快的氛围 这种随时随地都能发挥音乐才华的能力 成为艺人们与众不同的标签 也是吸引关注的独特之处 遗憾的是 陈楚生错过了一场白天玩游戏的精彩一幕 在游戏中 张远 王正亮和陆虎聊得不亦乐乎 而王立新却突然给张远来了歌响亮的耳光 一时间 全场沸腾 陆虎也幽默地调侃起以前的综艺风格 他们甚至为了逗笑粉丝 模拟了一场冲突 把这段搞笑视频拍成预告片 可谓是炸裂操作 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猜想 芒果台是否会对这样直接的互动进行恶意剪辑 如果不是后米团自己做主 难免要被曲解 这也让人感叹 艺人们的真实展现和坚持出新 是他们成功的根本原因 不随波逐流 不为冷冰冰的考核指标所左右 他们一直呈现给观众的是真诚而有态度的节目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